柯文哲 他最近是什麼出包王 是不是 一天一出包 然後外交上面也真的非常吵 也是草包裡面沒有草 他說什麼 我們先看 原本是這樣 是賴清德副總統 他在出席一個 這個是全國宜蘭旅外相親的 後援會的座談的時候 他講說這場選舉 是中南海跟白宮的選擇 無論你面對 中國國民黨 或者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的方向都是要走入世界 邁向未來OK嘛 然後在蔡總統的領導之下 我們跟白宮的距離是接近了 未來他領導的國家 也是朝這個方向持續的走進 這個是對台灣社會 不悔的一個承諾 結果在柯文哲的口中變成什麼 他居然會講說 我們又不是在這個 要選美國的州的州長 也不是要應徵白宮的外傭 這個是怎樣 因為在柯文哲文哲沒有朋友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朋友是什麼 就平行 譬如說我們外交也是到處去交朋友 所以我們跟美國進美國的白宮 是跟美國人做朋友 而且這對台灣主權是非常有意義 因為在自從美台斷交之後 已經將近有五十年 台灣的總統是沒有辦法走進所謂的白宮的 那賴清德的這個宣誓說 讓台灣走進白宮 這件事情就是確認了全世界承認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不只是所謂的賴清德的所謂的話額 賴清德的夢想 是整個台灣人的夢想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尤雲農的那一篇分析 尤雲農是相對於 跟柯文哲相對不錯的人 尤雲農都說這個賴是已經走出賴清德的路線 這個路線讓台灣可以走進世界 走進美國跟全世界的人做朋友 但是柯文哲不正常認為 柯文哲宇宙裡面 他只存在三種事情 一個叫做皇帝 一個叫做太監跟宮女 剩下的叫做狗 剩下就是別人的人就是叫狗 所以他存在的上下關係 他沒有朋友 他只有上下主子跟捕蟲的關係 所以他才說台灣總統去美國 叫做做所謂外傭嘛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美國是大的 我們是小的 所以我們去那邊叫做外傭 但是如果你這個比喻的話 一堆人去做外傭 習近平也做過五次外傭 習近平還沒有做所謂的中國主席的時候 去過五次的美國 去過白宮 你柯文哲 你還沒有要選總統的時候 你也去那邊打卡觀光 你四月去美國的時候 是不是也在那邊打卡 所以你這些動作你都表示 你只是為了批評而批評 而這種批評會對視台灣的外交而不顧 如果你這樣批評 那我要問柯文哲一句話 九二共識 我說真的我要跟菁傑胸想 侯友宜講得好 至少侯友宜有堅持的講出來 九二共識是中華民國憲法 我不同意 但是他至少敢講出你自己的主張 柯文哲你的九二共識是什麼 你說你要去問習近平 你要問中南海的習近平 你自我閹割中華民國主權 自我閹割之後你要去中南海問習近平 要習近平告訴你答案 沒有 他以前定義的九二共識是下跪 他變來變去 最近的最新答案叫做要去問習近平 結果習近平告訴你答案 你就接受嗎 那你是不是自我閹割台灣的主權 去做所謂習近平 在你的世界觀裡面的太監 還是要當中國的外傭是不是 沒有 他不到人的地步 對他來講就是太監 或者是習近平的那隻狗而已 所以你這樣子對於所謂的外交關係的 這樣子的比喻 是未來說真的 他現在柯文哲的模式就是這樣的 他只要民調一高 現在就是侯友宜太差了 金傑兄叫侯友宜好好加油 否則柯文哲的侯友宜 其實我不要說柯文哲選情有利不利 我們不要談選舉 但是你現在代表叫做臺灣的總統候選人 而且他到處講錯話 然後外媒就講 怎麼又發生了這個什麼奇怪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丟臉丟到國家 全世界都在關注臺灣的選舉 你現在已經不是柯文哲 你自己愛講這些話 你自己在家裡對你的老婆講 你不要對全世界講 你罵到美國人 你罵到美國去的時候 全世界的媒體 在關注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代表的是至少 你代表臺灣20%的民意 是不是臺灣的20%民意 就是你這樣的主張 就是我們走進白宮 叫做作為美國的外傭 所以這樣子柯文哲的東西 已經把臺灣的國格降到非常低 讓全世界來看臺灣的笑話 補一句 這個郭台銘曾經戴著國旗帽 對啊 他也有去白宮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外交 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是我們臺灣有史以來 沒有任何一個人 能夠用中華民國國旗 戴著他的帽 你怎麼比挺郭派 我們沒有關政黨 我們講就是說 外交的突破很重要 美國是我們長期以來的 戰略的盟友 那如果說任何人能夠進白宮 我們都可以肯定 那他戴著國旗帽 我們覺得任何的一個人 不管來不管綠 我們都要值得肯定 沒有 你這樣把他學會 學會收起 我們就事論事 此事求事 任何人能夠進了白宮 我們都要可以高度的肯定 這不是嗎 我們不是說進了白宮 怎麼會變成是庸人 那這樣子就不好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批評不好 但是年輕人很奇怪 這樣子的講話 不管是太監也好 不管是庸人也好 好像對他的民調都沒有影響 我們也很納悶 為什麼他這樣的一個 操作議題的手法 年輕人還是很支持 因為我曾經看過你在節目上 你自嘲 你自嘲說你是什麼 資深流浪狗是不是 那可是那個狗跟太監 我相信你應該在民眾黨待過 你比較熟悉跟了解 那個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構 對 我要講說他整個 柯文哲的政治學 其實不是真的像我們 傳統幕僚政治學 政治學 社會學出身 他的政治學都拿 讀所謂的帝王思想的 這些歷史書來的 所以他整個在包含2014年的選舉 後來進到市政府裡面 他其實是整個是帝王思想 在控制他整個的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說他的 柯文哲宇宙裡面有三種層級 一個就是皇上 所以他的市長是叫上書房 所以那個我們顧問叫上書房 行走 做太監不是那麼容易 你不是你自己想做太監就太監了 唯一可以做太監叫蔡壁如 蔡壁如是我的太監 要非常親信的才能做太監 所以他講那句話說 這不用到市長 所以你還不夠格是不是 對 太監就決掉的意思說 以前都是蔡壁如就決掉這種事情的 所以不是蔡萬安決定的 是蔡萬安的太監們 去決定這件事 他是在講這件事情 他說他被蔡萬安 不讓他在北流辦活動 是蔡萬安的幕僚直接就決掉 不是蔡萬安決的 所以講白點就是蔡萬安的心腹 他講的就是蔡萬安的心腹 以前他的心腹就是蔡壁如 他也五年前就罵過蔡壁如 公開的罵蔡壁如就是太監 所以他的思想裡面就是太監 另外其他人不叫太監 其他人叫宮女 所以說學姐只能 墊高自己不是為皇上道歉的 墊高自己是為皇上擦汗的 你要墊高才能擦到他的頭 擦到他的汗 所以墊高自己剩下的宮女的行為 但是他宮女有沒有效 有效 他常常有一排宮女做他的發言人 那不是會互相爭寵嗎 沒錯 但是他對外來講 這些為什麼他的民調裡面 等一下會分析民調 年輕人那麼高 而且年輕人裡面男性居多 就是這些所謂的宮女們 會變成是他的擦枝抹粉的工具 擦枝抹粉工具 我就是吸引這些所謂的宅男們 來力挺我柯文哲 所以他的這個年輕票 一直都沒有跑掉的很重要原因 就是宮女們扮演的功能 那其他人他會說林書輝說 誰家的狗帶回去 以前只要不是他的內圈的人 都叫做狗 不管是自己人 賴香琳是自己黨的人 賴香琳的人也叫狗 賴清德的人也叫狗 不管你哪一黨 其他的人只要他看不爽的 都叫狗 所以他的思考裡面 就只有三個層級 皇上我自己 然後太監跟宮女 接下來才是所謂的狗們 那磕粉算什麼 在他眼中算什麼 蚵粉其實他其實有一次用形容 來形容蚵粉 他的為什麼這些中心的死忠 這些支持者 他用所謂的小 母雞帶小雞的概念 他母雞是一個 母鴨帶小鴨 小鴨子一出生之後 會跟著一個母鴨 然後他們就不會跑了 就一輩子會認定這個母鴨 他會認錯人 他人如果跟著走 他第一眼看到他也會跟著走 對所以他認為2014年投給他票的人 這群人會一輩子跟著他 因為他會信任柯文哲 他不會 因為這些人他的出政治的初戀 我們講政治的初戀 他們認識柯文哲 他們不是認識民進黨 也不是認識國民黨 所以他吸引了這部分的人 他的理論正不正確 事實上到現在還是有效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是市長格局 我說真的市長格局 侯友宜都可以做市長 柯文哲當市長也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到了總統格局 如果你還是這樣的思考 去對待年輕人 年輕人開始會反過來檢視你 等一下我們可以從民調裡面 就可以看到 他從福茂的發言 狗的發言 到最近的宮女跟 宮女太監跟 跟外傭說 外傭說 其實都對他的民調 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